至於中場方面,球隊的變動不算大 去年大部分球員今年仍在陣中 包括隊長伊達和防守中場陳永剛 今年球隊就羅折公民的 中場指揮官谷盈智 希望他在加盟之下 可以增強球隊的進攻和空球能力 加油… 我非常感激烈 我非常感激烈 在北京,FEMA有五個贏,五個贏 我認為他們非常好 在開始的球隊 每個人都很健康 我非常感激烈,我非常感激烈 我非常感激烈 至於後防方面 是球隊三線之中 變動得最厲害的一環 球隊今屆有三位中堅加盟 包括一名角援范裙燒 巴西籍的外援盧卡斯 還有澳洲籍的杜特 相信這幾位球員加盟之後 可以大大提升球隊的制空能力 再配合其餘的華將 防守能力應該不成問題 1、2、3、2 一定要幫到我們 希望今年的後防漏洞會比較少 我們盡量每一場都保持失球減少 雜訓之前和之後 雜訓之後的狀態當然是好一點 因為我們在北京打了很多場熱身賽 賽果和戰術的成效都很好 看到我們互相大家都了解 因為始終有很多新球員的加盟 大家的溝通溝通了很多 大家的狀態都可以應付一場合組的比賽 上年聯賽被南華和潔志放下了 希望今年我們可以挑戰聯賽的補助 而且跟南華相差一日之長短 天使為飛馬 今季有那麼多新球員加盟 那麼多張新面孔 預計他們今季的陣容就是這樣 其實排第三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反應 剛才說也算是聯賽中穩定的三甲隊伍 當然我們還要有更多的計劃 專注的殺雀 或者一些特別的策略 希望在聯賽的成績再提升 我相信應該是不單止 我們每一隊球隊都是這樣想 希望挑戰聯賽冠軍 是呀 當然 這樣拉過 相信今季不論是聯賽或是杯賽 天使為飛馬仍然是黑馬 上季有四大街空 球隊今季必定會捲土重來 想知道日後他們的發展情況 當然要投意我們NOW SPORTS NOW… 1、2、3、2、1 2、3、2、4 4、4、3、2、1 3、2、2、3、3、4 and4 4、5 4、5、5 4、4、5 5日,5 墙 5 4